是這樣的 我可以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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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深刻的記憶 在那些痛苦 在那些痛苦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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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 destiny 我叫你 你是我的 destiny 你是我的 destiny 你是我的 everything 你是我的 everything 你瞞不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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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又浪費了大家一分多鐘的時間 我發現最近還是我不曉得小伙伴問我蛋白粉的問題 今天就拍一期視頻和大家簡單的聊一下關於蛋白粉 你必須知道的幾個常識 第一 蛋白粉的來源 牛奶裡面有兩種不同的蛋白質 一種是烙蛋白 一種是乳清蛋白 因為乳清蛋白更容易被人體吸收和利用 才會有乳清蛋白粉的存在 從某種意義上講 蛋白粉只不過是更加上流的一種奶粉 所以當有人對你喝蛋白粉有什麼偏見的話 你就不要跟他幹 不用跟他解釋 就說我不想斷奶怎麼啦 第二個問題 摄入過多的蛋白質會對腎臟造成負擔嗎 一般我們每公斤體重每天需要摄入的蛋白質 大概是在1.5至3克 這個區間比較大 主要取決於你的運動量 一個普通人每天摄入1.5克的蛋白質 是足夠維持身體的正常代謝的 而運動員包括健美愛好者 每天每公斤體重摄入3克的蛋白質也是不為過的 像我一個喜歡運動的人來說 如果我按我的體重每天需要吃200克的蛋白質的話 至少需要10倍蛋白粉或者2斤的牛肉 在我認真的完成訓練和飲食計劃的情況下 我才會勉強的吃夠我所需要的蛋白質 所以說其實在大多數人的飲食計劃裡 是很難攝取到自己需要的蛋白質的 更不要說超量摄入了 那麼萬一你真的摄入超量的蛋白質呢 確實會有一定的影響 特別是對於腎臟代謝功能有障礙的人來說 但是對於普通人來說呢 水喝的少還有濫用藥物才是傷腎的罪魁過手 更多是造成你體重的負擔 而不是腎臟的負擔 第三個問題喝蛋白粉的時間 大家肯定聽說過訓練後30分鐘蛋白粉的定域 其實真正讓蛋白粉吸收最大化的方式 是在一天的時間裡面均衡的攝入蛋白質 因為其實我們在一日三餐裡面都會有蛋白質 所以我建議如果你想通過蛋白粉來彌補蛋白質的空窗期 可以選擇在睡前 第四個問題蛋白粉的價格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蛋白粉它只不過是一種蛋白質 而不是一種玄學 但是接觸蛋白粉這麼多年 我才發現原來蛋白粉的價格才是玄學 市面上我們可以看到乳清蛋白 分離乳清蛋白 水解乳清蛋白 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這乳清從牛奶裡面提取出來的工藝不同 它的吸收率和價格也是不同的 有各種白金乳清蛋白 薄金乳清蛋白 黃金乳清蛋白 還有紫金乳清蛋白 這些就希望大家不要誤解了 只不過是品牌上的新品起了一個高大商的名字 別問了 沒有金屬 還有大家都知道 只要是有利潤空間的商品 就避免不了會有假貨 所以建議大家一定要在正規的渠道 或者官網裡面購買 不然的話 要不再約會有問題 不是 每次都是 在其中一個 世界上會 這是 最新的 現在 真的 我們是 我們是 你 要 我 能 是 是 I love my destiny You are my destiny You are my destiny You are my everything You are my 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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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今天的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常按个三连 这样的话假如以后还有人在蛋白粉这个问题上跟你抬杠 你就可以在收藏